大家好,这里是佛之源频道,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,当九月来临,好运和财富仿佛也随之而至,据传正财和横财将迎来再次爆发的机会,尤其是对于某些生肖来说,中彩票投奖几乎成为常态。 就让我们共同期待,拭目以待,哪个幸运的生肖,将会笑傲群雄,提前占领财神的宠爱吧。 在中国传统风水命令中,各种元素相互作用,都具有深刻的意义。 今天我们将从五行的角度,来探讨2024年9月,对于生肖兔的财运。 根据中国阴阳五行学说,五行分别是,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,而生肖兔属于木。 分析,生肖兔的人出生于农历七月,八月、九月、一月、十月、五月时,五行中的木元素,与其他元素的相互作用,将会在这些月份呈现不同的特征。 木能生火又生土,土生精,金生水又克火,形成一个回圈制约的关系。 2024年,根据天干地支的推算是甲五年,其中甲属木,五属火,这表明木火正处于相生态势。 对属兔人而言,木旺则生火,其能量得以流转,进一步推动财富的积累与增长。 特别是在火旺的五月,即公历九月,生肖兔的人将迎来一个财运极为旺盛的时期。 火象在命理学中,象征住扩张和光明,有利于财富的增长和好运的到来。 而生肖兔在目望的支撑下,其本就温文尔雅,灵活机敏的个性,将得到进一步的发挥。 无论是职场还是个人投资,都会因直觉和机制,而取得显著的成就。 尤其在彩票这类的财富获取方式上,由于火的指引和木的支持, 属兔的人极有可能在2024年9月的某次彩票中大获全胜,一夜之间财富激增,实现财运紧喷。 此外,彩票的突然中奖也很符合,火得突如其来的燃烧特性。 财富的大幅增加不仅将使生肖兔在物质上迅速富裕起来,更在精神和社会地位上带来极大的提升。 因此,2024年9月属兔的人,完全可以期待一次意外的幸运。 这可能是他们一生中,最为显著的财物飞跃。 综上所述,从五行角度看,生肖兔的人在2024年9月,却有一番大好的财运,等待住他们。 特别是在这一时期,应保持积极的心态,懂得抓住机会。 紧记机不可施,施不再来,欲助鼠兔的朋友们,在这个火旺目盛的,好月份财运亨通,金玉满堂,生肖龙的朋友们。 根据传统风水命理学,及五行理论分析,您们将在2024年9月,迎来一次非凡的好运。 出生于农历二月、三月、四月、六月、八月,和十一、月的生肖龙。 评级住五行中的特定配置,及星象的优异排列,将有机会在彩票上一盏红图,也许能一中再重头奖,迎来财富的大丰收。 五行学中生肖龙,主要对应图与木元素。 而,2024年,天干地支的配置为甲尘年,其中甲木克制尘土,表明木的力量。 在这一年里将格外强盛,有助于生肖龙的财富运势。 尤其是在九月,恰逢鬼有月,鬼属水有吉,金水相生,进一步强化了木的活力。 这种相生关系对生肖龙来说,意味着财富的大幅增长。 从风水布局上来看,2024年的星秀和飞星的排布,也很利好生肖龙的财运。 特别是中宫飞星,一百贪狼星与您的生肖位置,形成了良好的正星对冲。 象征住财运和运势的强劲。 加上,八百,左辅星的流年吉星环绕。 更为您的财富之路,铺平了黄金大道。 值得一提的是,在风水上还需注意,个人住宅的方位及布局,以确保良好的能量流通,保持东南方向的畅通无阻。 因为这是2024年,木形财星的所在方位。 同时在家中摆放一些水元素的装饰,可以增强木的生长力,如设置水足箱或喷泉等。 可进一步启动您的财运,抓住九月的贵人运,也许能助您一夜之间,命中彩票巨奖。 总而言之,对于农历二月、三月、四月、六月、八月、十一月出生的生肖龙,在2024年九月将迎来一段。 难得的财富仅喷漆,合理利用风水命理的智慧,调整您的居住与行动方位。 潮住财富积累的目标,卖出坚实的步伐,大富大贵,指日可待。 此乃天时地利人和使命,与机遇的完美结合之下。 未须自己把握契机,多行善举。 方能财运亨通,富贵双全。 愿您把握好这一波强劲的财运浪潮,让财富与幸福随之而来。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,生肖马被认为是活泼热情且喜爱自由的象征。 而根据五行、八卦、星象等命理学的角度分析, 出生于农历的七月、十一、月、五月、八月和十、月的生肖马。 在2024年的特殊时刻,将会迎来非凡的财运。 首先从五行学说来看,马属于火,而2024年属于木年。 木能生火,象征住生肖马在这一年里,会得到事业和财运的大力扶持。 能量充沛,尤其是在财富增长方面,有望实现突破。 农历七月、十一月、五月、八月、十月出生的马, 各自对应的天干地质,与木年形成的正向关系,将进一步加强。 这一趋势使得各位属马的朋友,在2024年9月, 有极大可能中得彩票投奖,成为一个标志性的财富高点。 其次,结合命工和星象分析,2024年木星将会在关键的星座中行进, 带来开运的影响,尤其利于财富的累积和突破。 在农历的每一个月份,星象都会出现独特的排列。 对属马的人来说,这些星象排列将形成一个强大的财富局。 特别是在九月,当木星与财神星完美对齐时,将大大增加中彩票的几率。 特别是对于那些,在上述月份出生的属马人士。 再从八卦来看,2024年的整体能量,是由梨卦主导。 梨为火,这对火属性的生肖马而言,是一个极为有利的年份。 火的力量会在各方面,都为属马的个体,带来正面的影响。 无论是职业发展还是财富积累,都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。 更进一步,从十二公位角度分析。 在2024年9月,生肖马的财富公位,将接受多颗吉星的照耀。 特别是财星和露存星的双重增益。 为中彩票的概率大大加分。 这一时期,属马的朋友们应该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各种,可能带来财富的活动中去,尤其是投注彩票。 可能会因此,而一夜之间财运亨通,实现财富的飞跃。 总的来说,对于出生于农历的七月,十一月、五月、八月,十月的生肖马而言, 2024年,绝对是个不平凡的好年。 尤其是在九月,大量的吉星聚集,天时地利人和。 在中彩票投奖,从而一夜之间名利双收,财富大增。 建议各位属马的朋友,好好把握这个珍贵的机遇。 积极行动,让自己的生活,迈向一个崭新的高峰。 生肖猪的朋友们,在2024年9月,会遇到一个非常特别的财运高峰。 根据命宫和天干地支的分析,2024年的天干为甲,地支为子, 与生肖猪的本命年相结合,形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财运组合。 生肖猪在农历二月、六月、七月、八月、九月、十月出生的人, 因为他们的命宫与财新高度吻合,特别是在这个月份的交汇点, 天地之气最为通达,使得财运尤为旺盛。 天干的甲木能够,生住地支的子水旺则财源广进, 预示住财富的大量聚集。 在2024年9月,也正是子水带来财富,最为旺盛的时期。 对于属猪的朋友来说,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黄金时期。 财新照耀,如果在这个时候购买彩票,将有极大的可能, 一重载重赢取投奖。 形象显示,这一时期内,木星和水星的位置, 将形成一个有力的角度,进一步增强了流动财的吸引力。 而木星作为扩展与幸运的象征, 其正面的能量,将使得财运如日中天。 属猪的朋友们,2024年9月, 你们的命宫里满是纳财的吉星, 天干地支的和谐配置, 为你们的财富之路铺平道路。 在此期间,你们应当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。 一旦有机会涌现,切莫犹豫, 大胆去抓住命运的青睐, 将可能会实现一夜暴富大贵的美好愿景。 记得,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。 此时不只是在物质层面上迎接财富, 更在精神层面上准备好, 接受这波财富带来的变化与挑战, 调整好个人的身心状态, 以最好的姿态迎接这场即将到来的财运风暴。 祝愿所有属猪的朋友, 在2024年都能够财运亨通, 大富大贵,步步高升。 在传统的风水命令中, 生肖羊的人在2024年9月, 将迎来一个非凡的财富飞跃, 出生于农历3月、5月、9月和10月的杨岩人士。 他们的命工和星象配置, 将在这一年的这个时期, 达到最强盛的状态, 特别是在财运方面。 首先从五行的角度来看, 杨属于土下, 而2024年的特定时期, 土象能量将得到强化。 特别是在9月, 土与金的能量交融为杨年人, 带来异常强大的财富聚集力。 在中国传统的五行理论中, 金生土又代表财富和收获, 这样的周期性相生关系, 使得杨年的人, 在本月的彩票运势中尤为突出。 在从八卦的角度分析, 杨年出生的人, 在2024年的八卦图中, 处于象征财富与吉祥的梨卦位置, 梨卦与火相关。 而火能生土, 五行中火生土代表, 财富的生长和积累。 这意味着他们在, 获取财富方面的运势无比旺盛, 尤其是在彩票这类, 突如其来的财富机遇中, 更是大有斩获。 另外,从天干地支来看, 2024年的天干地支组合为甲五年, 五为火, 甲为木, 木能生火, 火能生土。 从这一层次连锁反应看, 杨年人的财运, 由内而外得到强力的推动。 无论是大额投资还是小额抽奖, 财运平平, 机遇不断。 星象方面, 2024年9月, 木星与土星在杨年人的财富公位, 形成有力的角度, 特别是木星代表财富和扩张的行星。 它的直接影响会让杨年人, 在彩票上颇具灵感, 能够准确把握时机, 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。 最后要强调的是, 尽管命理和星象显示出一个, 极为有力的图景, 但每个人的具体情况还需要结合。 个人的实际行动和态度, 风水命理, 只是提供一个宏观的指引。 极星高照虽好, 但谨慎和智慧的运用也同样重要。 杨年的朋友们在投注彩票时, 还需保持理性, 分清楚实际与欲望的界限, 这样才能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同时。 最大化地利用这一时期的好运, 真正实现财运亨通, 一夜暴富的美好愿望。 纳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 保佑诸位全家,平安顺利。 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兄化吉。 神志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。 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。 财源广敬。 笑口常开,生意兴隆, 蒸蒸日上。 福如东海,寿比南山,年年有余。 世事顺心,万寿无疆。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。 如意吉祥,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。 留下自己的心愿。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。 自立等人, 大愿就可以实现。 大家好。 这里是佛之缘频道。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, 就在今天过后, 钱多到花不完的六大生肖。 一生富贵多金。 特别是这个属相, 有意外大财之喜。 朋友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件, 让人兴奋的心跳加速的事。 那就是今天过后, 有六个生肖。 他们的财运兼职就像是, 火山喷发一样汹涌澎湃。 钱多的都花不完。 注定一生富贵多金。 那我们来看看他们, 都是谁能够如此的幸运。 说不定就有你, 或者是你的家人在其中。 首先就是生孝鼠鼠的朋友们。 今天过去后, 你们就像是走进了, 财运的宝藏之地。 一直以来你们那, 聪明机灵的小脑瓜, 在各种场合都能够巧妙地应对。 这时候更是财运亨通。 如有神助, 在工作的领域里, 或许会有一个, 千载难逢的超级好专案, 如同摧残的星星一般, 落到了你们的跟前, 贫瘠住你们过人的智慧, 和不懈地努力, 顺顺利利地完成任务。 那奖金丰厚的程度, 能让旁人的眼睛都看直了, 又或者是之前不经意见, 做的那些小投资, 突然之间就像是顺性地举拢, 开始疯狂地赚钱, 收益源源不断地, 流进你们的钱包, 哪怕是在平日里买一个, 普普通通的小物件, 都有可能中一个, 不大不小地讲, 这财运简直是挡都挡不住, 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。 第二,生肖牛, 生肖属牛的朋友们, 想来勤劳踏实, 任劳任怨的你们, 今天过后即将迎来, 财富的大爆发, 就像是辛勤耕耘的土地, 终于迎来了丰收的季节, 你们长期以来的坚持和努力, 此时终于要得到了, 无比丰厚的回报, 在工作当中, 因为你们稳重, 靠谱, 让人放心地特质, 可能会为领导慧眼石珠, 唯一至关重要的重任, 升职加薪, 对于你们来说, 那就是水到渠成的事, 而自己做生意的属牛人, 会有大客户如同, 被磁铁吸引一般, 主动地找上门来寻求合作, 订单就如雪片一般, 纷纷而至, 金钱如同潮水一般, 滚滚拥如你们的口袋, 并且还有可能在一些, 看似平常无奇的合作当中, 评级你们敏锐的洞察力, 发现隐藏其中的巨大的商机, 从而赚的是盆满钵满, 让财富的山峰, 在你们面前不断地崛起。 第三, 生肖虎, 生肖熟虎的朋友们, 今天过后, 你们的财运就好像是一只, 威风凌凌, 勇猛无畏的老虎, 以雷霆万钧之势, 不可阻挡你们, 与生俱来的勇敢和果断,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, 发挥出了至关重要的作用, 也许是在投资的广阔天地里, 你们评级住过人的胆识, 和精准的判断, 大胆出手, 选中了一个极具钱财, 超级赚钱的专案, 资产就像吹气的气球一样, 迅速地增值, 又或者是在视野的征途当中, 你们果断地抓住了, 一个稍纵即逝, 千载难逢的绝佳机会, 一举获得了惊人的成功, 财富就如同繁星一般, 纷纷地向你们聚拢, 而且你们的偏财运, 也是相当的出色, 说不定参加一个, 普普通通的活动, 都能够贫瘠住自身的好运气, 赢得一份让人, 瞠目结舌的超级大奖, 让财富的宝箱, 在你们面前敞开, 第四生肖龙, 生肖鼠龙的朋友们, 天生自带王者气质, 胸怀大志的你们, 今天过后, 财运更是如同炙热的太阳, 光芒万丈, 你们那非凡的智慧, 和卓越的领导力, 在此时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, 在工作当中或许会带领团队, 攻克一个至关重要, 极具挑战性的任务, 贫瘠住你们的卓越, 才能取得辉煌的成就, 从而获得令人羡慕不已的丰厚奖励, 或者是自己创业的宏伟专案, 取得了举世注目的巨大的成功, 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大量的投资, 财富瞬间呈现出爆炸式的增长, 还有可能是在房地产领域, 或者是其他资产投资方面, 有意外的均需收获, 比如说房产突然大幅升值, 或者是投资的某个专案, 获得了超乎想象的高额回报, 让财富大厦, 在你们的手中高高耸立, 第五生肖马, 生肖数马的朋友们, 今天过后, 你们的财运, 就像是脱缰的野马, 一路狂奔, 势不可挡, 你们那如同燃烧的, 火焰一般的热情和活力, 总是能够感染身边的每一个人, 在这个时候更是吸引了, 财运的滚滚而来, 在工作上可能会因为, 你们出类拔萃, 令人注目的出色的表现, 赢得老板的特别青睐, 和丰厚的奖励, 或者是接到一个利润丰厚的, 让人垂涎欲低的大单子, 让事业蒸蒸日上, 而自己创业的生肖数马人, 生意就像被点燃的火箭, 一飞充天, 越来越红货, 分店就如同雨后春巡一般, 一家接一家的开始, 并且你们还有可能, 在外出旅游的途中, 或者是在丰富多彩的, 社交活动当中, 结识到能够为你们, 带来滚滚财源的贵人, 让财富的道路, 在你们脚下不断地延伸, 最后特别注重要说一说的, 就是生肖猴, 生肖属猴的朋友们, 今天过后, 你们可要做好充分的准备, 迎接让人惊喜万分的, 意外大财之喜, 你们机灵聪慧的头脑, 和随机应变的能力, 在这个时候发挥到了极致, 或许是在某个瞬间, 灵感如同闪电般划过脑海, 想到了一个绝妙无比, 前所未有的赚钱好点子, 瞬间赚的是盆满钵满, 又或者是之前借出去的钱, 在这个时候, 对方不禁, 连本带立的如数归还, 而且还怀着感激之情, 多给了不少, 还有可能是在, 参加抽奖活动的时候, 幸运女神格外的眷顾, 让你们幸运地中了头奖, 财富就如同洪水一般一下子, 涌入你们的生活, 让你们的财富世界, 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, 那总的来说, 今天过后, 这六大生肖的朋友们, 拿他们财运旺盛, 富贵逼人, 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, 当财富如同, 潮水般涌来的时候, 要懂得珍惜和合理规划运用, 切不可肆意挥霍浪费, 要让这些财富, 成为实现人生梦想, 提升生活品质的有力工具, 为未来的美好生活, 打下坚实的基础, 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在, 这财运亨通的美好时光里, 收获满满的幸福和满足, 让生活绽放出最绚烂的光彩, 八月有意外横财时来运转, 喜事不断的四大数向朋友们, 八月已经到来了, 这个月对于有些生肖来说, 那可真的是运势大爆发, 惊喜一个接住一个, 那接下来咱们就来分享一下, 八月有意外横财时来运转, 喜事不断的四大生肖, 首先就是生肖龙, 生肖属龙的朋友们, 八月对你们来说就像是, 开启了幸运的宝箱, 一直以来你们都有助, 非凡的气质和远大的抱负, 在这个八月, 你们的努力终于, 要得到了大大的回报, 工作上可能会有一个, 绝佳的机会摆在你们面前, 让你们能够充分地, 展现自己的才能, 从而获得丰厚的报酬, 说不定是老板突然看中了, 你们的某个方案, 给了一大笔奖金, 或者是在业务拓展当中, 你们成功地拿下了一个, 重要的客户提成, 拿到手软, 而且这个月你们的偏财运, 那是特别的旺盛, 可能走在路上都能捡到钱, 或者是参加抽奖活动, 一下子就中了一个大奖, 不仅如此, 生活当中也是喜事连连, 可能是家里有新生命诞生, 或者是自己一致期待的, 某件大事终于有了好结果, 总之, 八月对于, 生肖鼠龙的朋友们来说, 那真的是好运爆棚, 第二生肖马, 生肖鼠马的朋友们, 八月你们可要乐开化了, 你们的热情, 和积极向上的态度一致, 都是你们的魅力所在, 这个月财运就像, 被你们的热情吸引过来一样, 工作当中你们可能会因为, 出色的表现得到领导的赏识, 升职加薪那是不在话下, 或者是之前做的投资在八月, 突然有了意想不到的高收益, 还有可能是在, 和朋友的合作当中, 赚了一大笔的钱, 那除了财运, 生活当中也是充满了惊喜, 也许是和家人一起度过了, 一个难忘的假期, 感情更加的深厚, 或者是在社交活动当中, 结识了一位对你们, 事业有很大帮助的贵人, 那总之, 八月对于, 生肖属马的朋友来说, 是充满欢乐, 和收获的一个月, 第三, 生肖猴, 生肖属猴的朋友们, 八月你们的运势, 就像是猴子上树, 那是节节高升, 你们的聪明机灵, 在这个月, 会给你们带来很多的好运, 工作上可能会有一个, 新的专案让你们负责, 评级住你们, 的智慧轻松完成任务, 获得了丰厚的奖励, 或者是你们的创意, 被公司采纳, 得到了一笔不小的创意奖金, 在投资理财方面, 你们也有独到的眼光, 可能会选中一支潜力股, 让你们的财富迅速增长, 生活当中的喜事, 也是接二连三, 可能是和爱人的感情, 更加甜蜜, 有了进一步的发展, 或者是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, 精神饱满, 总之, 八月对于, 生肖属猴的朋友们来说, 是幸福美满的一个月, 第四, 生肖猪, 生肖属猪的朋友们, 八月对你们来说是, 时来运转的大好时机, 你们的善良和乐观, 为你们积累了不少的福气, 在这个八月, 这些福气终于要变现了, 工作上可能会有同事, 主动地帮助你们解决难题, 让你们的工作, 进展得更加的顺利, 从而拿得到, 领导的表扬和奖励, 或者是之前的努力付出, 终于有了回报, 得到了一笔丰厚的绩效奖金, 在财运方面, 可能会有意外的收入, 比如说收到一份贵重的礼物, 或者是之前的欠款被追回, 生活当中也是喜事不断, 可能是和朋友的关系, 更加亲密, 一起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, 或者是自己的兴趣爱好, 得到了发展, 让你们的生活, 更加的丰富多彩, 总之八月对于生肖属猪的朋友们来说, 是充满希望和美好的一个月, 所以说属龙、属马、 属猴、属猪的朋友们, 八月是你们的幸运月, 一定要好好的把握机会, 享受住满满的好运和喜事, 当然了, 就算不是这四个生肖的朋友, 也不要灰心, 这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, 努力生活, 好运说不定也会, 降临在你们的身上, 纳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 保佑诸位全家, 平安顺利, 吉神相随, 所求如意, 逢凶化吉, 神志动达, 幸福如意, 心想事成, 如意吉祥, 万事圣意, 财源广敬, 笑口常开, 生意兴隆, 蒸蒸日上, 福如东海, 寿比南山, 年年有余, 事事顺心, 万寿无将,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 如意吉祥,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 留下自己的心愿,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, 自立等人, 大愿就可以实现。